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接连发生三宗汽车撞人事件 造成几十人死亡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如今戾气弥漫 这是中共专制统治和奴役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导致社会成员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生活 其次是在政治和社会层面 公民在专制社会里面遭到各种各样的打压 却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再有就是民间的纠纷 民众的权利受到侵犯了 但是官方不作为 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社会出现普遍的不满情绪 民怨沸腾 张献忠遍地 汽车撞人事件层出不穷 没完没了 到处都是这些没出息的懦夫 这也是时代支持 中国支持 专制统治支持 类似的恐怖袭击频发 官媒一声不吭 社会大乱至此 真是要大乱而终了 我们一再说 冤有头 债有主 出门左转 市政府 那么昨天也有一次针对政府的刑事案件发生 这是官媒报道 四川德阳广汉市南风镇突发刑案 8月2号晚 有人袭击位于南风镇七域村的村委会 造成人员伤亡 其中一名伤者是村妇女主任 事发地在村委会 行凶者是当地村民 应该是官民冲突导致的 这么干才是好让的 冲撞老百姓都是懦夫 只有针对官府的这才是英雄 另一位英雄 前两天在湖南楼底新化县 天桥悬挂四通桥标语横幅的 现在已经有爆料消息出来 这位勇士是当地22岁的青年方毅荣 他还发布了一则视频 大家看他的视频 大家好 我叫方毅荣 是个参与过白纸运动的年轻人 去年夏天我在Tunny Ground里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 而被国安部盯上 自此国安部开始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脑控迫害 我现在发这个视频是为了证明 我已经不害怕他们了 暴政必然可怕 但权威压不垮人心 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 也阻止不了民主的思想 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人的心中 生根发芽 长江之水不会倒流 我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专制 过上更好的生活 做完这件事后 我可能会被精神病 也可能会死在监狱里 但是我不会后悔 有消息称 这次新化事件发生 公安部派员进驻新化 侦破此案 已经把这个小伙子方毅荣抓捕了 从开车装人到积极村委会 再到天桥上悬挂鱿雨 说明公民反抗运动逐步升级 中共的统治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三中全会结束以来 李强张右侠等习家军重要成员 似乎表现出与习近平不一致的立场 中共政坛的种种反常现象 已经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8月1号 日本讲坛社旗下的现代商业杂志 发表重磅评论文章 文章称中共政权的中枢终于开始公然反抗 李强没有歌颂习近平 中共军队内部也似乎明显不满 三中全会一结束 党媒就集中报道了 中共国务院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共全国政协和中共中纪委 各自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 评论文章说 把人民日报的几篇报道对比来看 不难发现 王沪宁 李希 赵乐际 都分别在会上不予一例的强调 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王沪宁在政协甚至还表示 今天取得的一切成就 根本在于习近平掌舵领航 但唯独李强在国务院根本就没提 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也没有特别吹捧习近平 要知道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为 李强这样做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公然造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三中全会公报起草小组 由习近平任组长 王沪宁 蔡奇 丁学祥 三个常委任副组长 可原本最应该参与起草的 国务院总理李强却被拍出在外 评论认为 这显示习近平李强的关系 已经无法改进 可毕竟总理和外长 国防部长不同 习近平不能立刻把李强拿下去 但随着两人之间 互不信任和猜忌的持续 中共最高层的混乱 还将会加深 不仅仅是李强了 还有被不断大清洗的中共军队 军报7月27号在第二版强军论坛 发表社论文章 强调要集体领导 并批评个别单位 党内政治生活有问题 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搞家长制 评论认为这段话意味深长 所指不是军队 而是党 指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异常问题 个人超越了党组织 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 大多数读者都认为 解放军报的社论会联想到习近平 军报的主编不可能不知道 这些政治微妙之处 所以不排除 这是军方的小型反派 除了日本媒体 外界近期也注意到了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的异常表现 7月29号 张又霞参与了全军学习贯彻 三中全会精神的首场报告会 并在军委机关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宣讲 另一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以及其他军委委员也参加了这些活动 张又霞和卫东分别讲话 张又霞在此次宣讲中 尽管提到了习近平 但没有像以往那样强调对习近平思想的忠诚 而是侧重于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揣示 这种表述方式 与军报近期的文章一致 后者强调党中央的权威 而淡化习近平的个人影响 有网友总结出四个不寻常之处 一是张又霞成为宣讲团成员 何卫东却不是无影无踪 不是宣讲团的成员 二是宣讲中没有强调习近平的讲话精神 三是缺少往常的维护核心 听从指挥的表态 四是对全会精神 自行阐释 不再强调习近平思想 一句话就是汉奸的淡化习的领导权威 有分析指出 张又霞的这一反常表现 可能反映了中共内部的 某种不为人知的巨大变化 即使习近平在外部活动中高调露面 中共内部显然正在经历某种内部分裂 或者大幅调整 而这种调整或许在影响中共高层的决策和对外表态 预示着内部的极其复杂的动向 也有分析指出 张又霞此番表态或许揭示了不为人知的权力博弈 通过确定习近平失势 就可以将关注点放在中共党内用什么样的模式 维持现在的局面 将这部分搞清楚 后面的走向就大概清楚了 就像当年有人根据蛛丝马迹判断林彪出逃 并精确推导出毛已经走下神坛 文革将很快结束的历史进程 历史的这一幕或许正在当今重新上演 中国南方水患严重 中共高层领导一直没有人去现场视察看灾 现在终于李强去了 李强8月1号去了湖南 他去的地方都是洪水已经发过了的 都是已经干燥了的地方 鞋都没湿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去做了样子 习近平根本就不去 与之相反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灾区视察 做冲锋舟 大家看照片 冲锋舟他坐在一边 他200多公斤体重 另一边得坐坐很多人 要不然冲锋舟不翻了吗 不管这么说 三胖也比习胖强 三胖能去灾区 习胖干脆不去 最近大家总在提一个词 历史的垃圾时间 这成为中国一个风起云涌的议题 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在网络上流行 结果终于在最近遭到新华网和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 何谓历史的垃圾时间 这个垃圾时间是一个体育赛场的观念 就是在比赛中 两边已经差距过大 就像篮球到了第四节 一方都已经领先30分了 所以都派上板凳球员了 而落后一方再怎么拼命都无法逆转了 败局已定 比赛结果已经形同结束了 简单的说 人们能做的只有静待尘埃落定而已 这就是垃圾时间 这是体育的垃圾时间 那么有没有历史的垃圾时间 答案是肯定的 黄仁宇先生的具录 《万历十五年》所谈到的 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垃圾时间 他在该书的结论中谈到 虽然距离大明王朝的灭亡 还有将近60年 但是这个王朝的文明已经趋向死亡 无论是皇帝大臣官僚将领学者 到底是奋发是创新是保守是协调 是袖手反观是逃避 是清廉是贪腐 也都无关紧要了 没有任何的生命力 起不了作用 完全一探死水 只有静待努尔哈赤白山黑水的兴起 他的子孙入关建立新王朝而已 其他的朝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北宋在王文石变法失败 财政与金氏的危机无法解除 党争激烈 等于也宣告进入了北宋的垃圾事件 情况和明朝很类似 王文石变法失败以后 50年后金人攻下殿京 大清王朝也是1895年甲午战败 威信禁师 列强瓜分开始 也是历史垃圾事件的开始 往后庚子新政立宪运动 与颜世凯的北洋新军 独发挽救王朝的堕落 17年以后被武昌起义的枪声所颠覆 中华民国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与日军全面开战 将自己的军事与经济力量 全部在生死存亡的战役中延烧殆尽 其实民国也等于宣告进入垃圾事件了 当年崇祯勉 勉勉只能眉山上吊 光绪变法 最后病死英台 早讲蒋介石将自己的黄埔子弟数十万 牺牲惨重 前赴后继 也无法逆转历史垃圾事件 所以每个时代都是给予各朝代机遇 但是在改革失败 无法从思想的制度 器物等各层面 给予力挽狂澜 将社会阶级流动重新激活 那么垃圾事件就开始了 节点一过 过了就很难逆转了嘛 历史的垃圾事件 有没有可能局处风生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 大家可能会感觉 这是不是跟前面的论述相悖 其实也不是 因为历史结构主义有其局限 而人类是活的 永远不会为结构所局限 所以上述的北宋 在垃圾事件的清算后 竟然出现了岳飞 韩志忠等等一批良将的奋战奴隶 守住了大宋的六成国土 宋朝侥幸逃走了一个王子 在江南重建政治核心 150多年间 又创造了南宋的城市文明 1949年 在几乎绝望的时刻 在金门古宁头 国军奇迹般的胜利 朝鲜战场石破天惊的爆发 终于让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转弯 中华民国得以在台风金马 局处风生 直到今日 历史是人类的活动记录 而人是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为何中共的官媒注意到 历史的垃圾事件这个话题 而加以点名批判呢 很简单 这些中国的论者在一股逢金 被中共的宣传喉舌给看明白了 中国大陆在2018年之后 一方面遭到欧美日韩的联合抵制围堵 另一方面 本国的经济遭到疫情重创 导致消费力下降 青年失业上升 房地产泡沫破灭 使得许多家庭与个人破产 股市一落千丈 各种危机不断涌现 这都给人一种感觉 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已经到头 中国没有过去左右风源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 共产党庞大的官僚体系 失去了革新的可能 只能坐坐文章 招令西窄 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民间创造力枯竭 社会气氛低迷 躺平成为最好的选择 所以这种历史垃圾事件的理论 也开始迅速弥漫盖来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事件 中共进入历史的垃圾事件 实际上有两次 文革是一次 文革十年后劫 共产党都说 文革让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国民经济都崩溃了 那么就马上政权就要崩溃了 中共已经崩溃在一起 历史的垃圾事件 十年历史的垃圾事件 但是文革结束以后 靠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给中共续了命 挽回了中共的生命 中共又回光返照 改革开放又让中国繁荣了40年 那么到2018年 习近平修改宪法 倒退回终身制 中国再次进入历史的垃圾事件 大家记住时间节点 2018年开始 中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事件 紧接着又是三年疫情 三年疫情 犹如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 习近平一再复辟倒退 中国的国运再次进入历史的垃圾时刻 只差一次失败的对外战争 就会彻底崩溃 历史的垃圾时间可长可短 明朝是用了60年 从万里十五年到1644年 那么大清用了差不多不到20年 从1895年的家务战争 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民国的垃圾时间也只有十几年 1937年抗战到1949年大陆一首 这次习近平习共的历史垃圾时间 估计也就十来年 从2018年有10年就是28年 如果12年的话 那就是2030年 还能有个四五年 结局就是并来如山倒 兵败如山倒 说来就来 像《红楼梦》说的似的 呼拉拉斯大煞青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楼塌落 眼见他大乱而终 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以后 不光是中国有历史的垃圾时间 其他国家也有 像苏俄 像俄国 我就说我比较熟悉俄国史 俄国历史 像近现代的俄国 沙皇俄国 从1905年进入垃圾时间 接下来沙皇俄国 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彻底战败 然后沙俄崩盘 导致布尔什维克革命 建立苏联 那么苏联也进入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就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 1979年之后十来年 到92年苏联崩溃也就十来点 苏联的历史垃圾时刻也就十来年 现在流行穿越小说 很多人写 穿越回到近代 假如我们是在历史垃圾时刻的统治者 我们能怎么办 有人假设自己穿越回 自己成为崇真 能不能挽救大明 在历史的垃圾时刻 我也想过如果我穿越回民国 我是老蒋 我能不能挽救民国 能不能打败共产党 我估计都很难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失去了 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革命性 世界列强都倾向于中共 国民党失败是必然的 神人也挽救不了了 习近平现在倒不用穿越 现在他就活着 他现在正在执政 那么习近平现在能不能挽救历史垃圾时间 也挽救不了 因为性格就是命运 领袖的性格就是国运 习近平小学文化 满脑子文革极左思想 他的水平 只能当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当公社相当位书记 他都不够料 让他领导中国 中国肯定进入历史的垃圾世界 中国已经是姥姥死儿子没救了 像我一直说的 中国的事情无解 大乱而终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